望线,是军序曲,第三集,留下,可想好了,想好了,蓝湛让人走到他面前,看着他乖乖地走了过来,然后继续说道,留下就只能待在我身边,而且可不能再杀我了,不然就没有甜甜的糕点吃了。 嗯,蓝湛拉住他的手,这人从小被当成杀人工具养大,能平安活到现在的用尽多少力气,在他眼里只有任务没有其他,其实慢慢让他脱离这个身份便会看到他如同孩童般干净纯粹,一点点好便开心满足,不敢奢望便不会失望,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在哪次任务中失败了。 魏英窝在他怀里,被他握着手,一笔一画的习字,看着纸上慢慢浮现他的名字,觉得很是神奇,蓝湛看着怀里的小家伙露出惊奇的表情,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脸,柔声说道,这便是线线的名字,线线先自己慢慢练习,好,蓝湛承认他很坏,在他单纯懵懂的时候,在他身上落下了印,让他满心满眼,只能是自己, 可是他也没让自己失望,慢慢地再学着回应自己,这样很好了不是吗? 仙都,线线该叫我什么? 战哥哥,乖,怎么了? 线线写得很丑,无妨,线线刚开始写,慢慢会写好的,今晚奖励早逆高给你好不好? 好,蓝湛便让他继续练习,而他在一旁处理公务,金氏已经内乱了,金氏宗主夫人联合金氏长老罢免金光善, 毕竟在这样下去他的儿子就要接手这腐败不堪的金氏了,这金光善都闹出人命了,还保他那个最爱的女人生的,不成气候的儿子,金夫人那里啃他的可是嫡子,而且能力如此出众,却只能被那妾室儿子压一头,于是,这才有了这场内乱,这江燕离真没人失望,将是更不用说了, 已经忘了最初的事了,只有那与紫渊还在苦苦挣扎,蓝湛抬起头,看着不远处乖乖习字的人,还好这小家伙跟江是没有关系了,也幸好送来刺杀他的人是这小家伙,如果不是这小家伙,早就没命了。 蓝湛看着身旁紧紧攥着自己衣袖的小家伙,把他的手握在手心,看着他这般模样,有的只是心疼,线下的金氏已经是金子轩掌管,金光善被处死那个妾室和他的儿子没了依仗,只能被金夫人慢慢戳磨着,那江燕离字枪之前,给了自己一个大礼,一个足以让江是百年基业,毁于一旦的证据,线线喜欢什么? 身旁的人摇了摇头,蓝湛带着他去一个店铺,魏英进到那个店里虽然不是很懂,可是他也看得出这些东西不便宜,不过湛哥哥来这里做什么呢? 蓝湛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平安寇,上好的杨之玉雕刻着一只小兔子,那只小兔子趴在玉上安然睡着,憨太可居像极了身旁这个乖乖的人。 蓝湛便让店家打上鹰落,看着挂在他脖子上的平安寇,柔声说道,我的线线以后都会平安喜乐,很有福气的,魏英摸了摸那个平安寇,嘴角不自觉上扬。 这些东西是他以前都不敢设想的,线下都一一实现了,是眼前的人给自己的。 两年前刚来到他身旁的时候,一心只有任务,想着完成了,他便可以离开自由了,可是线下他的心慢慢变了,变得很小很小,小到只能装得下他,可也变得很大,大到装不完对他的感情。 蓝湛付完钱,牵着他的手离开带他去吃好吃的,这小家伙很容易满足,自己给的就要从不会多要,也从不会主动跟自己提任何要求,让自己不知道。 怎么对他好疼他宠他,可是却很爱吃,什么都吃,有时候自己都在想,他在面对好吃的时候能想起他的先都大人。 蓝湛把红豆糯米瓷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放了两小块到他面前,抬头一看,小家伙吃个软烙,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小花猫,拿出帕子,把他嘴角的东西擦干净,说道,晚上就不要吃太多糯米的东西了,不然不好消食,夜间会不舒服。 好,吃完糕点,蓝湛带着他,慢慢走着消食,直至夜深,这才带他回仙都府。 回到仙都府发现,孟瑶在等着了,魏英不好意思在外人面前牵着他的手。 连忙正拖进了后院,蓝湛看着落荒而逃的小家伙宠溺一笑,而后往书房走去。 处理完事务,这才回静室。 回到静室看到小家伙在等着自己,这里总算像个家了。 蓝湛走到他面前,弯下腰亲了一下他的额头说道,现现先睡,我去洗漱一下。 好,蓝湛进到隔间洗漱,不一会回来,看到小家伙已经铺好床铺,蓝湛走到床边躺下,把人抱怀里说道, 现现刚刚怎么松开我的手了?魏英窝在她怀里,不好意思说道,现现没有家世背景,怕会影响了战哥哥。 现现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我却觉得是现现嫌嫌弃我这个相好的见不得人呢。 魏英瞬间不想理她了,没见过这么没皮没脸的人,她是怎么好意思说得出这种话的? 不过心里也预贴了不少,知道她是在把揽在自己身上,可是自己很清楚她是什么身份, 自己是什么身份,所以她想要自己可以给她的。 自己很清楚她身旁仙都道理这个身份不是自己可以肖想的。 于子渊把莲花物这些人全都赶走了,好好的一个莲花物被弄得乌烟瘴气, 监视已经一主那个女儿没给僵尸换取好处,也就算了,陷下还自呛了。 谁知道她有没有乱说僵尸的秘性,而自己重视的所谓继承人只知道沉迷于酒池肉林里。 她看着那些传回来的消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太过顺利了, 能坐上仙都之位的人能那么容易信任一个人还把她放在身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 江城回来不见了她一屋子的人连忙跑到于子渊的院子,在门外大喊道, 阿娘,我院里那些人呢?全都赶走了,你什么时候能上上心? 金氏已经一主了,我们已经没了金氏这个助力了,而仙都府的一切又太过顺利,难道你一点都不起疑吗? 顺利不好吗?能不能用你的脑子给我好好想想,一个能坐上仙都的人会那么容易信任一个人吗? 那仙都府可是铜墙铁壁能在她身旁做事服侍她的都是跟着她一路走来的老人, 突然一个陌生人会那么容易就被她信任放在身旁服侍她吗? 听完于子渊的话,江城那被美色掏空的脑子响了一下,确实太过顺利了, 可她的耐心不允许她深入考虑,她满不在乎地说道, 没事,过几日我亲自去姑苏看看,届时便知真假了, 与子渊失望地转身离开,江氏要完了。 江丰眠碌碌无为一事,可起码江氏还能有个根基, 可是自从江丰眠走了以后,她为了这个不成器的阿斗,把女儿卖个金氏就完了。 江丰眠曾经说过,那金氏也不是个好的,不要设想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哪怕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江氏,可起码还有个世家在。 一旦贪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注定要玩啊。 是她不听啊。 孟瑶把手里的东西交给兰湛,兰湛看完手里的字条, 把它放到竹下,看着火蛇慢慢吞噬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见上面几个字。 浅散,起疑,刚好找不到理由收拾江氏, 她既然喜欢自己送上门,那我们成全了她便是。 是,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那献献的身世可找到了。 根据那将燕黎提供的找到了那几个族人, 这些年,他们过得很不好,逃避追杀。 为了活下去,只求有朝一日能为他们的少爷道明真相, 可有把他们护好。 先都放心,已经妥善安置,那就等着江氏自己送上门,再把属于献献地还给她。 是,我要将是自己亲口说出那残忍的真相。 是,梦瑶不宜会便退下。 兰湛处理好事物便起身回静世,回到静世,看到小家伙拿着树枝在练舞。 兰湛从乾坤代理拿出她的配件还有小家伙的, 魏英一时不妨,差点伤了她,兰湛却说道, 献献记住了,真到了那天,切记不可心软不可分心, 只求你活下去知道了吗? 魏英点了点头,可是没有让她知道, 或许以前的自己会这样,可是线下的自己做不到了, 没有她的时间,自己一个人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于紫渊看着终于舍得离开温柔乡的儿子, 听着她说要去姑苏没有多大触动, 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回身看了一眼这莲花雾, 笑了一下,偷来的始终是偷来的, 可那又如何献下这里姓姜娜就是姜氏的地盘? 蓝湛看着不理她的小猫,把人抱怀里哄着, 可是小猫躲开了她的怀抱, 魏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仙都大人, 而且,今日还这般不看场合, 说出那些修人的话, 她不怕被有心人听到而后利用这个对她不利吗? 线线,我错了,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战哥哥,不许再这样了, 可是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呀。 可是,魏英抱着她窝进她怀里, 她是暗卫, 她是一件从小就被精心打造的杀人武器, 她不知道这世间男欢女爱该是什么感觉, 但她想,那唇齿相抵时轰如雷鸣的心跳, 这相依向威时的心安神明, 应该就是了。 可是她也知道她的身份, 她也想跟她再见一些, 可是她,可是蓝湛啊! 她有她的惊涛伪劣, 她怎么可以那么自私, 因为她而害得她失去所有, 这样就很好了。 她不贪心, 能这样陪在她身边, 就很满足了, 能陪着她看日升月落, 三餐四季, 虽不知她的生命会在哪一天突然终止, 但在她活着的时候, 她想一直这样。 请订阅明, au-